傍晚 面馆斜对面 一辆警车缓缓停下 灵奇正要开门下车 小李指着面馆门前道 诶 那不是郭宇吗 他已经面馆了 他就是郭宇啊 灵奇盯着一个瘦弱的眼镜男 走进了面馆 他并不认识郭宇 不过 大概是由于职业习惯 他记忆力很好 他记得 昨天傍晚他来面馆问水果刀时 前面桌子上坐着的那个人 就是他 灵奇想了一下 他每天都来这吃面吗 小李摇头 不知道啊 不过他说他暗恋朱惠如 大概经常来吧 灵奇点点头 啊 那正好 本来也要找他录指纹的 随即 两人下了车 走进面馆 此时 面馆生意正好 里面坐满了人 看到两个警察进来 其他人都抬头注目 郭宇独自坐在最里面 靠近收银台的桌子 看到警察 本能地低下了头 不过 这一幕 逃不过灵奇的眼睛 灵奇望了他一眼 转而装作没有看见 走到收音台 朱惠如强装热情地迎了上来 警察同志 要吃点什么吗 灵奇笑了笑 不用 稍微再打扰你一下 我们录个指纹 马上就走 录指纹 朱惠如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灵奇哈了口气 压低声音 却故意用刚好能让郭宇听到的声音 是啊 我们在现场 找到了疑似凶手的指纹 按照调查规定 所有的相关人员 都要录指纹比对一下 说来也真巧 你猜我们是怎么找到指纹的 朱惠如感觉对方是在试探 随即说 不知道呀 灵奇解释道 现场留了几瓶啤酒 我查过了 一拉罐上没有指纹 而且有用不擦拭过的痕迹 显然这是凶手干的 不过 我们在旁边一棵树后面 找到了一个空的一拉罐 上面 居然还留了指纹 没有被擦过 原来 那棵树刚好把视线给挡住了 想来是天黑 凶手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一拉罐在树后的缘故吧 朱惠如顿时心中一跳 他记得 当时他把一拉罐摔在地上后 伸手去捡 那位大叔让他不要捡 说会帮他擦掉上面的指纹 可是 怎么会有个罐子 滚到树后去了呢 当时天太黑了 他又紧张 根本记不得当时的具体细节了 真的有个罐子 滚到树后面 而没有被大叔发现吗 还是 这只是警察在试探呢 他心中慌乱不已 但脸上物质强壮镇定 啊 那样 应该很快就能把人抓到了吧 指纹现在录吗 对 现在录 灵其让小李拿出一张印纸 让朱惠如两只手都往上按 朱惠如只好照做了 随即 灵其又说 请你哥也来录一下指纹 我哥也要录啊 朱惠如说 对 朱惠如转身进了厨房 说了一阵 朱弗莱抿着嘴 带着古怪的表情出来了 随后略显紧张地 在纸上印上掌纹 又充满关切地望了妹子一眼 默不作声回到厨房去了 灵其微微一笑 给小李使了个眼色 小李马上转到过于那一桌